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真的是百萬 想要買那個國產的SUV的話 又想要有歐系的操控 你可能會看一下 像我的TUZAN L對不對 還有甚至於像是福特的KUGA 因為都是比較偏向歐系的操控 但近期我們聽到說 福道的KUGA有小改款的消息是嗎 剛剛聽完小葉的介紹 不得不說 這個土上真的從裡到外 真的是一個煥然一新的一個改變 而且針對像台灣這些SUV的買家來說的話 可能說所有的配備都切中了 所有消費者心中最希望的那些願望 都滿足了 但是不要忘記 全世界 我說全世界 全世界SUV賣的最好是誰 是福特嘛 對不對 那既然是福特 台灣的福特 這個KUGA 一向也賣很好 那現在即將迎來的這個小改款 國外已經露出了這一個 外觀跟內裝的照片 沒有任何的偽裝 我們來看一下 車頭來說我覺得改變很大 雖然它是一個小改款 可是你可以看到車頭 它雖然沒有像 土上有那麼漂亮的日行燈 但是它的日行燈 從水箱護照上緣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貫穿式的LED燈組 有耶 對 就在這上面 可是怎麼覺得它的那個 日行燈變得有點像Angelo Eye 像BMW有沒有 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它的那個改變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次小改款好像有感覺回到 更歐系 就是有點像三代的 這一個Focus的車頭 它的大燈反而你注意看 它不會像以前那麼的銳利 反而整個變得比較大氣 整個車頭來說的話 這次的小改款跟以前的KUGA 是很不一樣 你到車側來看的話 好像變化沒有那麼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輪圈 樣式也都變了 那車尾的話我覺得它幅度蠻大 因為它的這個可以說是整個後保桿 加更多的層次 然後再加上它的尾燈 尾燈也變得比較那個 矩形的這個T型的一個 形式比較不一樣 對 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動力上面 國外並沒有做改變 那我估計在這一次的小改的話 動力應該是維持原樣的 這個動力輸出 1.5跟2.0的選擇 對 就是同樣的規格 但是在車頭 車尾 車身外觀跟內部的話 可能會有這些小的改變 但是在Level 2跟安全上面 我相信不會有任何的折扣跟空間 因為我們在很多新聞上都常聽到 KUGA有很多什麼 護國A柱什麼的這些稱謂 所以我相信在安全上面 還是一如既往的維持KUGA 很好的一個傳統 沒錯 在台灣消費者 雖然說百萬級距的中型SUV 不論是國產或進口 是消費者的主流 可是你會發現為什麼 KUGA CROSS它在屬於這種CUV的極具 它賣的又比這種中型的SUV又更好 也許大部分人會覺得台灣的環境 可能是地下人愁 這種CUV的車格 我覺得每天使用起來通勤 可能對我來說壓力也沒有這麼大 也許是最好的選擇對不對 愛達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說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其實真的有比較下去就會有傷害 我倒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有比較 消費者你才能夠知道說 你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就如同冠儀剛剛講 很多人說我就是要大空間 但是我曾經就講過一句話 而且這句話講好多年就是說 從早期開SUV的消費者開始意會到 其實我並不需要這麼大的一台車 因為我都一個人開 我平常開這麼大一台車出門 停車是個問題 又油耗也是個問題 然後這個車重又造成這台車的底盤 跟輪胎的一些負擔 所以它的維護成本相對於稍微比較高一些些 那在我下一次換車的時候 我還是要選擇這樣子高車身 好視野的修旅車的狀態之下 它有沒有小一點的選擇 我舉個比較好玩的例子 我們以百萬的中型SUV來說 你會說Rawful 你會說CRV 你會說KUGA KUGA事實上剛剛乃哥跟我們介紹 他有非常多強項對不對 也非常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事實上他賣得很好 他曾經要跟CRV來爭奪 國產修旅一個地位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們講坦白話 KUGA的空間就是比CRV小啊 對不對 他事實上空間就是比較小啊 但是他為什麼可以賣得這麼好 因為他還有多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例如說操控 例如說動力 例如說安全 例如說整個科技配備來做比較的話 事實上他是有差距的 那冠儀剛剛提到了 這個Caracross賣得比較不還好 因為他比較小 對 可是他在於 CUV這個範圍裡面 他是大的 所以我才說有比較 不一定有所謂的傷害 你才知道說原來 Caracross在CUV這個級距裡面 他是屬於比較大一點點的車款 所以真的就是說我們買車 一定選擇大的車嗎 或者是說我們要選擇小的車 其實不一定 你在CUV來說 那大家都選擇比較小的啊 是 對不對 在百萬SUV來說 很多消費者都選擇CUV 有人可能選擇操控嘛 對 但是在CUV裡面來講 你可以發覺 Caracross賣得比較不還 他是選擇什麼比較大的 是 所以叫做什麼 大小適中 你就會發覺可能CUV這個尺寸 可能Caracross這個尺寸 都是屬於非常適合 台灣的一個使用的 用車狀況的一個空間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進口的SUV 機率你可以看到 Volkswagen T-Cross賣得好不好 也很好啊 Porsche的2008賣得好不好 雖然數量喔 在這個所謂的銷售報告上面 你看到他的數量並不多 那不是他賣不好 他其實賣很好 而且在同品牌裡面 他其實是銷售最好的 對 因為沒有車可以購他賣啊 所以很多消費者都很喜歡這樣車 那例如說這個 Hyundai的Kona 其實我個人對於Kona的評價 其實是相當的高的喔 第一個價錢適中合一 而且他也有很好的一個操控 以及剛性 那另外呢 Skoda的Carming 那更不要說聰明的舊頭 他裡面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配備 而且造型啊 各方面其實設計的 我覺得真的是 跳脫了以往的這種設計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非常的棒 另外你可以看到Mazda CX-30 剛剛智希也講他的老師有沒有 也要考慮這樣子的一個車種 表示什麼 事實上他已經知道了 我的用車需求就是這樣 我不需要買過大的車子 但是我可以買這個稍微高一點點的車子 擁有更好的視野 那一樣差不多的空間表現 跟一個細膩的質感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就呈現 所以買車不要聽人家說 你一定要買大的 或是你一定要買小的 我覺得買自己喜歡 適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 沒錯 而且剛才我們有說到說 網友他們就是為家庭要選一台車 他可以這樣的預算 他可以買到百萬的話 國產的SUV比較偏大一點點 他也把名單當中列為進口的 這個像Mazda CX-30 也在他名單當中 同樣是百萬 這一台車值不值得選呢 來智希帶我們來看一看 你說你的老師 你就推薦他CX-30 那肯定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注重精巧 然後比較質感路派的 那種人對不對 對 可以這樣講 但我覺得CX-30 很符合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 它是一個安全的選擇 它在產品面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第二 很多的細節 就跟剛剛講那些車型 它會拉開明顯的差距 首先第一個 質感 這個我覺得很吃品牌 這個很吃品牌 這個沒有辦法 你在設計上 然後你看得對不對眼 然後整體的造型 然後一些細節處 你會發現這家車廠 有沒有在精雕細鎖 有沒有注重它的車型的門面 我覺得Mazda新世代的車 基本上到魂洞2.0 都有這方面的優勢 這個我覺得沒有話講 那其實如果我們回到 剛剛開頭那位觀眾的提問 那些車型相較起來 我會覺得 不論是Skoda的Chemic 它的產品世代 可能不是那麼的新 那在福斯的T-Roc的部分 要買到同樣的配備 價位稍微高了一點點 所以這個級距通常來說 現階段我會最推薦的 就是Mazda CX-30 整體的CP值會比較高 CP值很高 那它在新年試的時候 這個我抱怨一下 車型全部變成英文了 比較不是那麼好唸 但是就是基本的入門 然後Premium 到最高階的Signature 其實就是之前的有點像 旗艦進化型那個版本 但是現在呢 多了一些些東西 譬如說我們現場看這台 顏色冠儀覺得怎麼樣 這是最新的流光晶 它到底是什麼顏色 這是流光晶 有點香檳晶 但是它比較淺一點點 又有點像灰色 對對對 就很特殊 我覺得跟Mazda之前 那個吉進輝感覺很像 就是很特別 開路上不是那種 很鮮豔很搶眼 但是質感不錯的車色 另外呢 如果你頂規的車型 還想要多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加一萬塊選 Cover Edition 就有黑色的輪圈 後視鏡蓋 甚至酒紅色的內裝 這些比較個性化的裝點 都是原廠可以幫你升級的 這是我覺得很值得 一萬塊而已 價錢其實不貴 那以這個售價 其實慣應應該就知道 其實跟剛剛講的車型 都有一些些差距在 那在設計跟配備的部分 其實你看到Mazda的車 它基本上都會保留一些元素 譬如說車頭一定會比較長 它不會完全的為了空間取向 把車頭縮得很短 為了比例 為了造型 那在車頭呢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魂弄之一 比如說七角形的這種水箱護照 大面積的 比較小比較窄的LED的光源的燈組 這些都算是招牌的特色 馬三上面也是差不多的元素 所以你在看起來辨識度 其實會比普通的車型比較高 因為他們的設計就是走比較簡約 比如說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我旁邊的NX 應該就很明顯對不對 同樣都是日系品牌 那種設計的 理念完全不同 對 比較多棱角的觀念 其實就不太一樣 Mazda就是喜歡這種曲面 簡單的元素 喜歡這個減法美學 Less is more 對 那在CX30上面 基本上它的配備很完善 科技的配備 然後中控的資訊目 Apple CarPlay 科技的用料等等 其實都很夠的 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台車之前 有一點點小可惜 就是主動安全的部分 它還沒有到Level 2 因為它的車道的維持 居中只有在低速域的部分 對 50公里以下 對 現在補齊了全速域 然後符合了這樣的規範之後 輔助駕駛科技就跟上來了 然後整體的空間使用 包括它行李箱 也有超過400公升的容量 其實就是愛達剛剛講的 你在平常使用的時候 看起來確實沒那麼大台 但是其實機能性真的是夠的 我相信大家去展間 把椅子翻一翻 東西塞一塞 因而車直接丟進去 大概就會知道 那唯一啦 唯一如果真的要挑缺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 Mazda的車我覺得比較注重 真的是比較注重外型 所以它的窗戶面積 走比較這種高腰線的設計 所以或許視野的通透感 你說坐在車內的感覺 對 不會有比如說什麼 Honda Fit HR-V 那麼的開闊 但是我覺得這是取捨 你要從設計的美學 跑格的造型 確實它給你很高的分數 我覺得在這些環節 就是回到剛剛說的 你同價位的其他車型 不管房車 傳統的休旅車 或許你現階段是挑不到的 對 因為設計的理念 每一個人走的 就是每個品牌走的都不一樣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平常一個人開上下班 那這台車的車格就非常符合我 又加上它又是CUV 它又比一般房車還要再高一點點 高一點點 小一點點 然後我剛剛說我老師會選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有時候太太開 可能開Raffle CR-V 確實太大台了 當然空間很夠 但是這樣的車型會跟之前的 因為它之前 它十幾年前是開馬三 第一代的馬三 所以其實尺碼沒有太大的差異 反而坐姿視野還高了一點點 這個就是真的現在CUV 很吃香的地方 對 而且還有大部分 很多人會選擇進口車會覺得說 它在安全上面的配備 以及安全 他們可以依照UrnCAP的撞擊測試 來做參考